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在心灵 参考经文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使徒行传》十五章八节 神在继续扩张他的国度 此时氛围却越来越紧张 有风声说,外邦人信了基督 然后犹太的一些领袖开始教导说 除非人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离 否则就不能在基督里得救 实际上,这些领袖对信仰持 我们和他们的分门别类的态度 他们想要明确标记 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 但是神却另有安排 令人感恩的是 冷静的头脑终究占了上风 教会领袖们看到了一个真理 所有信徒都因信耶稣而得救 割离不再是必须的条件 得救进入神的国重在心灵 当圣灵的工作 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都领受了圣灵的印记 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的时候 我们就逐渐有了基督的品格和行为 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改变我们的心 外在的标记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内心 只有神的灵才能在我们内心工作 福音直击我们的心灵 主借着祂的灵 在我们里面大能地工作 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美丽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感谢祢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 愿祢的爱和恩典 从我们里面涌出 让我们把祢的良善和丰盛 带到他人的生命中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